看好了 看好了 买定离手 谁也不许反悔 父亲常年驻守西南边境 好不容易回来了 我作为一个大孝子 是不是该好好的表示表示啊 站住 站住 别跑 站住 干嘛点 别跑 朕有一事不明啊 林相 城上的名单 为何 总是漏掉一个人哪 跟着 站住 站住 通知下去 保护一致 让他好好迈在民粹队 侯爷 我那个多年 未有所处的妹妹 盛华 果真能对定南侯的私生子 视为己出 不知曼小哥 想要打听什么消息 我想要找个人 找谁 传奇 臣妹 叩见皇兄 请皇兄 为我们孤儿寡母做主 去青州吧 身为的旧部都在庆州为军 这样你 也好放心些 明日 你便要启程去青州了 你父亲的老部下都在那儿 有一个人你一定要记住 此人名叫 徐静 并拿侯府的车队 已经出城了 圣华那点小聪明 朕就顺水推舟了 他杀了很多 生与勇喜三十七年的年轻人 可见 可见他杀你之心 欲发结底了 你拿着这个 输了圣独王辈 去尹宝城 找一个绰号叫鬼手阿死的人 他会告诉你你想知道的事情 鬼手阿死 阿卖 谁干的 我干的 你们两个 认识 不认识 到底认不认识 认识 不认识 西平石大人 收到了由小卫传来先报 在关道驿站附近 发现定单后送信 你这是要去哪儿了 我呢 现在是青州守将 正在去 润哲的路上 几个观察 你们这事 怎么这么慢 下官实在不知道 几个观察驾到 竟敢冒充刑部的人 什么人 是我 是我 最近啊 有两拨人 胆大妄卫 竟瞧着我们刑部观察 四处行骗 不知定南侯在此惊扰了侯爷 万请见谅 怎么回事 谁干的事 等等 这里可是驿站 如果真的是 前有埋伏 后有追兵 就只有死路一条 昨夜你救了我 如果我真的走了 就太不仗义了 那我现在跟你 就是一条绳上的蚂蚱 竟然不能硬冲 就只有这次 孩子们 唐大哥来了 等你们以后长大了 都跟唐大哥当兵好不好 好 朝廷打算议和 这次要搁扰多少土地 又要争多少税 谁啊 您把这个拿给四爷 四爷一定会见 我听说 城市这一带出了一个 出类拔萃的人物 此人叫常玉卿 阿麦见过四爷 给我 什么人 把这个北墨戏座给我拿下 找李二牛的呀 李二牛何时回家 被差爷爷招进牢里去了 咱们城里 唯一能让北墨人惦记的 就是俯库那些君子 我这就带人去俯库 不对 是牢房 赶快去 都带些人 给我拿下 到底谁是李二牛 说 别动 咱们又见面了 我想找一个人 春娘姐姐说了 只有四爷请出他的下落 找谁啊 盛国公的养子 陈琪 四爷 我们想出城 还请您援手 要我怎么帮你们 死三人 乃我北墨军通缉这要法 若三人之内 仍未寻到 银宝 鸡取不留 兄弟们 为保我家园 赶出北墨口 不能 传令下去 即刻喜 不得行屠截律之势 为臣 离斩 是 住城 你可是徐秀 都是我的错 要不是因为边界剑谱 徐老头不会死 将军 我军一支小队 曾发现李二牛踪迹 李二牛与两男一女一同逃窜 可是这女子 没人识到 又是这个小贼 你想什么呢 真刀真枪的北墨冰 怎么可能护送我们 那各位就得替我安排了 先走逃出城了 上马上马快上马 先走逃出城了快上马啊 我们不光要逃出去 还得让信长的知道 我们逃出去 将军 有大队骑兵出城 何人为首 你 东西拉家里了 如果来得及 我就赶回来 如果来不及 你们就别等我 你们先走 兵犯三路 走 我军教士在外搏命 他们却一门心思内争内斗 这仗 打得还有什么意思 正因如此 本帅才坚持要难争 待恢复我陈家西式荣光 自然会在朝中占有一席之地 他要打银宝肯定有他的理由 但银宝就必然该打 凶什么罚我哥 阿四下落不明 我只能先去青州找我朋友 我朋友是青州守将 秀 发现了一些北墨兵 咱们得离开这儿 你别害怕 朕怎么听说 有北墨人偷袭 太子兄长 莫不是以为 北墨大军会南下吧 而臣以为 并非没有这个可能 他可是青州守将 掌管青州兵权 活着 可比死了之前多了 我龙银未要的人 谁敢带走 把衣服脱了 把衣服脱了 走 是他们 给我追 定南侯府继续让人盯着 如果有了什么消息 也不必瞒着圣华 这秦山少侠 乃大军进入南下腹地必经之路 刘二银负责死守 其余人等 跟随本将 即刻出发 前往静阳 先生 为了我定南侯府 在青州隐姓埋名二十余年 有大功 可为我师 张公主与我有恩 我自当效力 新官上任第一天 就得让他们看看 我坐在马车里 让他们看什么呀 睁开你的狗眼看清楚 这是定南侯府的令牌 原来真的是 将军大人驾到了 除卑职失礼了 你说一知 是否当真天命所归啊 朕怎么就要不了他的命呢 小侯爷 说是小侯爷上任 城内部队换房 需要封城七天 也许 这就是一个机会 做你最战场的 当好一个王国子弟 今日 定南侯请客 大家放开了喝 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 仙人罪 正是 那两个人都放倒了 我喝了好多酒 看着冰箱点燃了 我才出来的 张将军走得好极啊 这是要上哪儿去啊 都给我守好了 一只苍蝇也别放出去 苍蝇只得死 但是 不能死在我们三个人身上 不好了 前校卫刚带兵过来 直接把小侯爷给带走了 小侯爷乃长公主的独子 想必三名校尉 也不敢直接动手 情况怎么样了 小侯爷下落不明 恐怕深入险境 我见着 好好干活